聚焦全世界带您探索这个世界 欢迎收看崛起中的东协明珠聚焦马来西亚 我是舒孟兰 今年4月与我们最邻近的东南亚国家所有领袖 在吉隆坡召开东协高峰会 做出了关键的结论 就是在年底前要成立零关税的东协经济共同体AEC 也就是说过去分散的十个国家 四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六亿人口 将统一成为一个单一市场 这将超越欧盟成为全球第一大共同体 十个国家一个力量 毫无疑问的东南亚国家会从国际震惊舞台的配角位置 摇身一变成为全球聚光灯的焦点 而其中最聚焦的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在东协国家中 面积人口比不上印尼 竞争力次于新加坡 但是它的爆发力却是最强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 马来西亚在140个经济体当中排名第18位 在亚洲国家里次于新加坡 日本和香港直逼台湾 更超越很多欧洲国家 包括韩国 而如果比较国际化和吸引人才的程度 马来西亚更是让人刮目相看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最新的人才竞争力评比 前四名由北欧国家包办 但第五名竟然就是马来西亚 而且是唯一挤进前十名的亚洲国家 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赢家 新加坡或是香港 更不用说是台湾 世界级的人才为什么都要抢进马来西亚 这个距离台湾飞行只有四小时的国家 出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 或是没有察觉的变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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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婚 即便是在这个长久以来 被视为东南亚经济二军的都市 也能触摸到最前端的时代感 有人说站在吉隆坡地标 双子星大楼的前面 最可以感受到 马来西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因为就在这方圆300公尺的范围里 超过40层楼高的建筑物 就有好几十栋 而国际型的大饭店 包括Full Seasen Riskarden和Debu Hotel 都即将进驻 但马来西亚不以此为满足 他们不但许下2020宏愿 要成为先进国家 同时他们也要将吉隆坡 打造成为拥有300栋超高建筑的大都会 实际登上双塔 数十层的高楼截比零四 像个环绕着双子星塔的同心园 发射出去 在在显示 这个首都超级速的现代化 和这个国家不落人后的眼心与活力 布城又称太子城 马来西亚的行政首都 距离吉隆坡一小时车程 占地5000公顷 中心有个人工湖 宏伟气派大道 直通国家权力中心 远顶伊斯兰风格的首相府 拿图斯里 廖钟来 马来西亚国会议员 现任马华总会长 2014年被首相纳吉任命为新一任的交通部长 是马来西亚政坛首相和副首相之下的第三把交椅 马来西亚转型改革的一个目标 就是把吉隆坡发展成一个大吉隆坡 成为一个带动马来西亚经济的火车头 马来西亚是一个农矿资源出口国 最值钱的物资就是石油 70年代更是全球习 橡胶和棕榈油最大生产国 1991年当时的首相马哈迪提出 2020年要成为先进国 作为马来西亚奋斗目标 5年前金融海啸刚过 全球资金蜂涌进入亚洲和原物量市场 原油输出国的马来西亚 大可以轻松赚出口财 但现任首相纳吉却大胆举债 宣布10年之内要投入4400亿美元 进行经济转型计划 要让马来西亚改头换面 最具爆发力的就是位在国土最南端的 伊斯干达经济特区 站在伊斯干达经济特区的高点 可以看到新加坡近在眼前只有一桥之隔 新马两国合力开发经济特区的主要原因 就是要仿效香港深圳模式 期待新加坡的繁荣 可以带动马来西亚南端的发展 创造更大的区域经济 伊斯干达经济特区隔着柔佛海峡和新加坡对望 两国之间最窄的距离只有一公里 但工业用地成本却是新加坡的三分之一 工资更只有一半 于是过去相互较劲 谁也不服谁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2006年破天荒的决定合作互补 一个解决自己地下人稠成本高涨的瓶颈 一个加速转型和国际金融人才接轨 共同出资打造新加坡国土三倍大 2200平方公里面积的伊斯干达经济特区 不但新马之间无国界 捷运直通新加坡 还将打造龙兴高铁 两国首都350公里的距离 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 进驻的外资所得税全免 搭配无限制投资的政策优惠 就是要用马来西亚的土地 新加坡的技术来吸引全世界的钱 这里就是欧洲最大的影视制造公司 英国松木影城 在亚洲盖设的第一间制片厂 占地51亩 里头规划了广大的外景场地 还有室内的电影音响舞台 会选择在马来西亚 伊斯干达经济特区落脚 主要原因就是看中了这里 有30%的娱乐税献金优惠 以007和哈利波特系列电影 文明全球的英国松木影城 1934年成立 一直以来都在美加和欧洲设立片厂 但在亚洲市场已经大到难以忽视 加上马来西亚政府投入了1.7亿美元 打造阵地6万多屏的片场 推出史无前例的政策诱因之下 松木决定进驻亚洲 影城开拍的第一部戏 还争取到美国好莱坞 Wenstern制片公司合作 就是堪称史诗剧作的影集 马可波罗 友部长 和华这些我便 converge 现在是境客社会 大致向所投入 他們享受到発展 Friedrich 非推出史上方的 事很有趣 以令auftret internal 审算都是1跟олж한테 300,000 会受投入英 musical 因此,他们浇取300,000 unde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se kind of investment or this kind of facilities and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because in return they created some job opportunities for us for the locals and while Pinewood also could become a training ground for our kreative industries graduates it sets a very high benchmark and i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our graduates 马克波罗七成的拍摄工作 都在伊斯坦达完成 制作团队带来了800名剧组 和工作人员 租下特区上千个酒店房间 和代步交通工具 依照双方约定 必须雇用三成的当地劳工 包括临时演员和造型师 马来西亚表面上 补助了三成制作费 但花下的每一块钱 都在创造当地就业机会 都能与国际娱乐工业接轨 更换来东斜好莱坞的名号 What's going on 伊斯坦达经济特区 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打造了全世界第六座 全亚洲第一座的乐高乐园 其中这个MeLand主题乐园 用了七千万个乐高积木 将东斜十国 再加上大陆 还有印度的重要地标 全部缩小呈现 新加坡的摩天轮 印度的泰吉马哈 中国紫金城 亚洲十二国重要地标 一次缩小集合 能说服全球仅次于迪士尼的 第二大娱乐开发公司 英国莫林 将旗下第六座的乐高乐园 搬进伊斯坦达 马来西亚靠的不光是 土地成本低廉和免稀优惠 更关键的是 这里是衔接所有东协国家的枢纽位置 为何是Kandam, Malaysia 为何是Medin 因为我们在一个地方 我们正在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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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时间从Indonesia 我们两个时间从Thailand到Bangkok 我们只要一个时间到新加坡 然后一个时间到Kuala Lumpur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时间 这边是一个时间到Kuala Lumpur 嗨,欢迎来到Kuala Lumpur 我们在Pirate屋里 这是Primium Pirate 海道无view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所有Pirate的细节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Lego的东西 3D的桌子 非常漂亮 这边是父母的地方 我们去到Kuala Lumpur 这边是给父母睡的 然后小孩子要睡在这一间 我们有1、2、3桌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电视 他们有自己的游戏 Kuala Lumpur OK 乐园之外 还打造全球唯一的主题饭店 和水上设施 雄心勃勃的大建设 就是想让伊斯坎达 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家庭度假胜利 打造休闲乐园的同时 伊斯坎达更建立了一座350英亩的教育城 吸引知名国外大学 来马来西亚设立海外分校 目前包括英国排前20名的 New Castle 青宝大学医学院 和新加坡顶尖的莱佛士学院 等7间国际学校 共5000名学生已经进驻 与其中一个科广 也要做一些 也要去做学生 出研究 开展国际 成功 做回生 很多月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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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坦达的发展 马来西亚的野心 就像块强力磁铁 人潮 前潮 随之而来 伊斯坦达经济特区到底有多火热 在市中心车程不到五分钟距离的地方 中国前十大的地产商 碧桂园 国营企业 绿蒂和富丽 三大建商在这里密集造证 推出四万户的高楼住宅和商场 这是中国发展商第一次前进海外 选的就是马来西亚重点栽培的经济特区 这些沙我们专门是从东马沙巴运过来的沙 用船运过来 而且定期的也会补充 因为它会有流失 其实我们来自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 像你看一下有些树是 有点像种旅树 但它叫加勒比海藻 是从迪拜专门运过来的 它一米长的树就可以去到两万马币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一棵要去到五米 就十万马币一棵 就一棵树的十万块 玉莎 买树 盖高楼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遵循深圳香港发展模式一启动 人口从当初规划时的七十万已经翻了四倍 看准人口成长潜力 大陆建商 前仆后继 来伊斯坦达 插旗 造证 你们从哪里来 新加坡 所以是新加坡人 对 然后那怎么会想要来这里看房子 买了 你们已经买了 对 已经还好了 你们是买哪一货 5A 所以不是面海的 买不到那时都没有很抢手 你会发现现在新加坡 因为人口很多 经济很发达 所以市中心房价非常高 大概我们算了一下是一百七十万新台币一坪 但是仅仅是一桥之隔 我们这个新山地方 只是新加坡房价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马来西亚会有三十万的人 在新加坡工作 又是要赚新币 有一半十五万人 他们不可能在新加坡买房子 因为房价非常高 租金也非常高 所以他有十五万人 是当天来访新山跟新加坡的 过去一个不起眼的小鱼港 现在是全球开发商 最想抢进的投资花园 新加坡目前是最大外资 占了百分之二十 已经投资四十二亿新币 其次是西班牙 美国 日本和荷兰 台湾的鸿海富士康 大陆的华为 美国的微软 都纷纷设厂或成立数据中心 想要做东协十国的生意 伊斯坦达特区 就是镀金的敲门砖 秦启松 在台湾从事房地产仲介二十年 四年前看准马来西亚的爆发力 一口气在伊斯坦达和吉隆坡 开设四家分店 短短几年 成交件数高达四千五百户 金额冲到四百亿台币 就问马来西亚人 2020他们要成为先进国家 人均所得要到多少 2017希望泛亚铁路可以接通 2016他们的环状捷运 希望可以开通 就像台湾那时候 六十几年就是有一些重大建设 对于外资的这一块的话 其实在我们前期的开发上的话 更多的是在政策的支持上 比如说我们的从中国和丹 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 三地的客户的融入上 以及一些省币的进度上 他们这一些政策支持的话 都是加快速度地给我们去策配 我们是预估肯定会超过 五十个亿的投入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 重创马来西亚 当时人均所得不到五千美元 但如今它已是东协国家里 经济规模仅次于印尼泰国的第三大国 国民所得翻了一倍 还要朝三倍努力 从破产边缘到东协明珠 政府支持政策转型 不赚轻松钱 马来西亚这批亚洲的大黑马 看见了潮流 掌握了机会 终于在世界竞争的舞台上 将自己推上了主角的位置 今年十月 马来西亚又完成和美国的 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这让马来西亚的贸易伙伴 更加多元化 也降低了对中国的依赖 马来西亚等于是确立了外界 想进入回教世界 东协国家 甚至北美市场 最关键而有利的位置 可说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下段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为您介绍 几个台湾的青年 他们抛却了 窝在台湾舒适圈的小确幸 离乡背景到马来西亚打拼 其中一位成就斐然 短短五年 已经成为马来西亚 最年轻的拿督 请您持续锁定 崛起中的东协明珠 聚焦马来西亚 欢迎回到 崛起中的东协明珠 聚焦马来西亚 2011年 世界银行出了一份报告表示 马来西亚在世界各地的 工作的人数超过了100万人 而至少三分之一 都是高技术的白领人才 这项报告还指出 过去30年来 马来西亚移居海外的人数 增加了4倍 而过去20年来 专业人才出走的人数 成长了3倍 远超过引进的低阶外劳 而受过大学教育的 高级专业人才 每10个人当中 就有两个人出走 严重的人才外流 让马来西亚政府 立刻成立人才总部 提拨了6亿5000万台币 启动专才回流计划 用超低税 甚至免税 召唤流散在海外的 百里人才回流 也吸引外籍精英 来马来西亚投资移民 端端几年 一连串的政策逐渐发酵 赶给的马来西亚 已经扭转了人才外流的局面 现在走在吉隆坡的街道上 很容易遇见 来淘金的台湾青年 来 请进 这是我家 我家到了 总室内面积是77平 这是我的客厅 然后这个房子呢 是我去年的时候买的 去年刚买的 对 我带你们来看一下 我会买这个房子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景色 对 我家只要窗户一打开来 就是整个双体型 正对面的站 所以呢 这边看烟火 跨年烟火 或者是他们的国庆烟火 就可以全部都看得到 像上次那个F1赛车 每个人都来我家看 因为有免费的门票 Steven 周嘉庆 36岁 马来西亚地产仲介商执行长 也是刚被册封的拿都州 顶着台湾海洋大学 河海工程博士的高学历 五年前 原本只是来马来西亚考察 却没想到 从此落地生根 娶妻生子 刚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还不是很习惯 尤其是我印象中很深刻 我第一次下飞机的时候 因为机场嘛 马来西亚 他们不像台湾一样 都是大部分都是华人 马来西亚他们70%是马来人 而且马来人 他们肤色都会比较幼黑一点 然后都会绑头巾 有些人穿多鞋 你会觉得说 来到这个地方 你会觉得好像有点格格不入 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一样 对 然后说真的 所以那时候 会觉得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会觉得会有一点点的排斥 那种排斥会觉得说 我真的要在这边工作吗 我真的要在这边投资吗 我真的要在这边生活吗 周嘉信还在念博士班时 就曾经当家里靠着房地产 赚了人生第一桶金2000万 也因此奠定他对房地产市场的敏锐度 这一袋呢 你不要看他这样的破破旧旧的 他这一袋的租金 电租 是全吉隆坡最贵的 我们就讲这个小摊位好了 这个租金 因为它的位置 这个大概台湾的坪数是多少 这个坪数大概只有三坪多而已 光这一袋租金至少加20万台币 25000块马币 这里 那他们很负担得起吗 你不要小看这个 他们这个生意是很好的 因为他们除了做零售之外 他们兼做拼发 就像五分谱一样 他们消费力特别强 然后因为他们可以赚1000块 花2000块 如果你可以做得到马来人的生意 它就不得了了 从刚开始连饮食都不习惯 到现在能自在地走在马来街 发展中的马来西亚消费力惊人 房地产交易更火热 这是周嘉庆愿意离乡背景 异国打天下最诱人的吸引力 也不是台湾不好 台湾应该说竞争比较激烈 是因为在这里 然后又做着这个行业 可以掌握到的机会又相对多 所以就啪啪啪啪 那他就买了五间了 五间房子如果加起来市价 应该有超过1000万马币吧 我没有认真去算 台湾应该有一个 这是我在九国第二个投资的房子 也是以前经过算是指标性的成员 看过成龙 在这边 然后杨子雄 这个就是他的阳台 然后这个阳台也是这个建案最有价值的 每个人看上这个建案就是看到这个地方 前面就是整个双子星公园 坐有双子星塔周边两栋豪宅 和国际巨星当邻居 短短五年身价已经破亿 台湾青年周嘉庆在马来西亚原木 更因为事业成就 备受马来西亚官方肯定 被册封为拿督 荣获最年轻有为的 拿督博士头衔 不但是标准的人生胜利组 更是马来西亚商界的台湾之光 攻占大马的不光是台湾有为青年 还有台湾的珍珠奶茶 谢谢 台湾最有名的珍珠奶茶 在吉隆坡最高档的购物商场 都可以买得到 而且这一家来自台湾的茶店 在马来西亚一开就开了一百多街 将台湾珍珠奶茶鼓进马来西亚 还进驻吉隆坡地价最贵的金三角 最高档百货商场的就是他 李伟丽 29岁马来西亚华人 原本在澳洲大学念生物科技 但从小就被做生意的爸爸耳濡目染 想当企业家 5年前当时只有24岁的他 看准炎热的马来西亚 只有咖啡店却没有手摇茶饮 于是想引进台湾茶品 但没想到 寻求台湾最夯的前十大品牌合作 全吃了闭门羹 十家全部都跟我讲说没有机会 那我就花了快两个月半在台湾 就找不到品牌 有一天我的亲戚打个电话给我 你有吃过这家叫自出茶台吗 我才没有听过 他们有一个思维是跟其他全部品牌不一样 他们想去展店给全球 但是不想 就是不想去大陆而已 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总公司 我刚才讲说 马来西亚其实有三大漏洞 而且如果你是第一家来马来西亚的话 你就有这个比较优势的一个地位 那我就在15分钟的电话过程 就说服了他 他24个钟头里面飞进来 就给了我人生第一个创业的机会 隔年2010年 吕伟利带领40个大马年轻人 旋风式展店 短短三年开了100家 成为马来西亚的茶饮先锋 也因此促成台湾茶饮品牌补票上柜 成为遍布全球四大洲 28国 1200家分店的跨国企业 有的就是一个很爱吃声音的一个热忱 跟交战合作 会在陆续的3到5年开拓250家 拿督陈伯松 现任马来西亚台商会长 亚洲金融风暴时危机入市 抢进东南亚 一待救世17年 马来西亚它是华语 就是说我们讲的博语 是蛮可以通的 它的一个地理位置非常好 它在这个整个冬雪当中 它是刚好卡在这个地方 它的市场 因为它可以 有个印尼可以当破发源 为什么我们一待待了17年 可能还有第二个17年 要待在这边 讲中文也通的语言优势 加上马来西亚 相对其他东南亚国家 正举稳定 陈伯松进口台湾的原物料 做其保健食品 旗下有食品和化妆品工厂 400名员工 创造一年4亿的营业额 当初带着3000万台币来闯荡 即使近期马币大扁 但交不习陈伯松 对大马前景的信心 未来还要锁定 e-mail和文创产业 继续加码投资 所以你打算还要再增加多少的粉丝金 初级是100万美金 为什么对马来西亚这么有信心 因为我是对马来西亚熟悉啊 当然这应该也是我第二个故乡啊 东南亚来讲 他在这边 除了一个整的一个政局很稳定 所以我相信这个货比调 跟现在的政治方面的景气 是暂时的 如果你不做好准备 那你在爬上去的时候 都来不及了 是卡位 是韬鸡 也是看准未来的爆发力 官方统计 目前大马的台商共1800家 但实际数字可能翻倍 过去因为紧邻新加坡 两地白领平均薪资差了将近5倍 人才长期外流 但如今 一样是辛勤耕耘的工作者 不一样的是 已经学会用软实力 乘着马来西亚这批崛起的黑马 一同大赚世界的钱 马来西亚经济转型 求财弱可 对台湾商人来说 是机会也是挑战 同时形成了人才和金流的慈禧效应 但是前进马来西亚 恐怕也不是完全没风险 光是今年八九月 在首都吉隆坡的街头 就上演了三场 数十万人走上街头的集会游行 主要原因是首相纳吉被指贪污 所引发的政治风暴 似乎演变成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种族对立 这是否会为马来西亚起飞的经济投下变数 而前进马来西亚有何隐忧 请您持续锁定 欢迎回到 崛起中的东协明珠 聚焦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向来以多元民族著称 人口三千万 共有三十个民族 马来人是最多超过了一半 其次是华人 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三 再加上印度人 并称三大民族 现在的执政党 也是由这三个民族 所组成的国政联盟 但是主要权力 还是操纵在马来人的政党巫童手上 在马来西亚最普遍的认知就是 马来人掌握政治 华人则控制经济 他叫做郭赫年 是马来西亚的首富 人称亚洲堂王 他是香格里拉酒店之父 他就是华人 占人口不到四分之一的华人 却掌握了金字塔顶端的经济 这无形中就造成了民族之间的矛盾 今年7月 更因为首相纳吉7亿美元的贪污案 爆发了以华人为主的反纳吉黄山军 和以马来人为主的挺纳吉红山军 彼此对立的情况 马来西亚是否会爆出排华潮 接下来我们就要从王国发源地 马六甲谈起 马六甲 马来西亚最悠久的古城 1403年 当时的酋长拜里弥苏拉 寿名城组册封为满辣家国王 郑和7次下西洋 有5次经过这里 除了中国 转弯 印度和阿拉伯商人 也都以马六甲 作为贸易停泊点 一条街上最多能听到84种语言 马六甲不但是马来西亚的发源地 也是宗教文化的融合地 在这一条短短不到200公尺的街道上 有佛教的庙宇 回教的清真寺 基督教堂 还有印度庙 因此这条街也被称为是和谐街 繁荣引来了侵略 16世纪开始 马六甲先后成为葡萄牙 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 后来马来西亚第一位首相 东姑阿都拉曼 在这里宣布独立 自古 马六甲就是海上霸权 必争之地 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 洪屋广场 基督教堂 维多利亚的女皇喷泉 欧洲列强殖民留下了建筑遗迹 但郑和远航舰队的随从 却和当地人通婚并居 男的后裔称爸爸 女的叫娘惹 几百年下来 扩散到全马来西亚 马六甲不但是马来西亚的发源地 也是华人最早聚集的地方 临着马六甲海峡 眼前所见到这一百多英亩的海浦新生地 现在看起来是空荡荡的工地 但是就在2017年 大陆知名的印象系列 即将首度走出中国落脚海外 选的第一站就是马六甲 马六甲打败了世界其他150个城市获选 再度让古城跃上了国际版面 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和中国更加友好的表征 当时这个王朝哥导演 他第一次到马六甲的时候就碰上元宵节 在马六甲我们还保留很多这种传统的华人文化 我们还有那种所谓的会馆 那么还有武隆武师 还有各方面的这种演出 华人的文化的传承 在马来西亚还是看得到比较多的 所以他就被当地的这种文化吸引了 像王朝哥讲的 他讲其实不是他选马六甲 是马六甲选上他 印象马六甲将规划一个 临着马六甲海峡的剧场舞台 预计2017年登场 像印象刘三姐 每年借贷的观众大概是有两百多万 那么印象丽江呢 一年也有接近整四百万的观众人士 马来西亚的游客量是一年是两千六百万左右 其中一千五百万是会到马六甲去的 我们只是要一年吸引一百万的观众 其实并不是太大的难事 马来西亚跟中国的关系 可以讲出于最好的一个时期 两国的互动是非常的密切 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门里面的最大的贸易 一带一路主要是讲着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 马来西亚尤其是马六甲海峡 是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中国非常关注 跟马来西亚这方面的配合 会有很多中国的投资来到马来西亚 尤其是在马六甲州 广东省和马六甲州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 广东省就马上带入了投资超过一百亿 当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政府会抓准这个时机来卸助 马来西亚经济的转型 当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一带一路跨国经济蓝图 深化了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年代让毕竟的马来西亚地位更加关键 但是几场游行却可能让一片荣景出现变数 今年7月华尔街日报披露 负债累累的马国政府投资基金 一马发展公司 把大约7亿美元汇入首相纳吉的私人账户 纳吉解释这是来自中东的捐款 但仍然无法平息贪医的参与 8月底连续两天 20万名穿着黄色T恤的民众 群聚在吉隆坡示威反纳吉 连高龄90岁的前首相马哈迪都现身了 半个月后支持纳吉的马来人团体 则组成红山军来反制 甚至明白宣誓 这就是种族主义 一场平首相示威 变成了反华游行 这也揭开了马来西亚苦心经营的多元种族 社会群像背后的民族相侍情结 马来西亚人口三千万 马来人最多赚了一半 其次是华人大约六百万 多半是明代从中国移民 或是鸦片战争后来打工的华人 当时的英国殖民官员曾说 华侨是世界上最强健 最雄心勃勃 最能相互支持 脑袋也最灵活的移民 很多华人身无分文地来到马来西亚 最终成为百万富 郭鹤年 马来西亚首富 祖籍福建 二十五岁继承父亲的唐叶 之后发扬光大 六零年代成为亚洲唐王 七零年代更大举进军香港 建立庞大的香格里拉酒店王国 之后成为香港无线电视的最大股东 九零年代还控制了南华早报 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类似 不到总人口23%的华人 占据着经济金字塔的顶端 马来西亚十大富豪排行榜 包括郭鹤年在内 华人就占了巴西 因为马来西亚它就是一个 如果讲就是说 家里很有钱的小孩子 台湾就是像家里 什么都没有的小孩子 马来西亚天然资源很丰厚 好像他们的教育就是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但也没有储蓄的习惯 所以相对的马来西亚的华人 跟马来人比起来 他们竞争力就很高了 他们没有储蓄的习惯 5号领钱就是全部把它花光 差不多20号就要借钱了 你不借它 可能人也不做了 常年投资马来西亚的台商 看出马来人的问题 而马来西亚政府也为了提升 马来人的经济地位 藉由公权力强行介入企业活动 推出独厚马来人的政策 但长久以来 华人普遍富裕的情况 无形中就造成了民族之间的矛盾 黄山军和红山军的对峙 更让这股情节排面化 马来西亚是不是也有一些排华的问题 然后特别是因为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这回事 欢迎大家到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 和谐的国家 我们 刚才我说的 这些内在因素都在我们政府的控制之下 而且我们要确保种族的和谐 多元的所谓的竞争力继续地提升 我们当然最近有一些 是一些种族的一些对抗的因素 不会让一小错人 以种族的极端主义来煽动 或以神前 宗教神前的主义来煽动 而造成不稳定 虽然政府这几名非常强调族群的和谐 他强调的是One Malaysia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 但是事实上 马来西亚国内 华人跟这个马来人之间 种种的这些差别的待遇 包括华人到目前为止 还是觉得马来人的政府 对于华人教育跟华人文化 不支持的态度 让他们这个没有办法接手 那这些应该都是未来持续会存在的隐忧 经济上的不平等的发展 那还有政策上的话 不是这个族群完全都一视同仁的状况 那确实是存在 如果说他的这个政治的斗争恶化 那族群的问题被挑起的话 不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可能 马来西亚也是国际上被讨论 他会是一个 他可不可能会是一个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典范 那这个部分的话 有可能对他的这个2020的这个愿景 会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他可能会往后顺延几年 那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如果放缓 或者是整个东南亚的这个经济放缓 那这是今年以来已经在发生的事情 对马来西亚他未来的整个规划的话 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虽然他充满了潜力 那中长期的话是一定看好 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对台湾来讲 还是要去了解他的经济的风险 油价暴跌 货币贬值 到首相贪污 马来西亚震惊局势皆处于多事之秋 尽管条件如此美好 但在马来西亚投资 却像抱着不定时炸弹难以安稳 能否挥开种族对立 伴随政治斗争的隐忧 将是这颗东邪明珠持续光芒的重要关节 欢迎回到崛起中的东邪明珠聚焦马来西亚 东邪一体化 生机无限 过去四年台商前进东南亚的家数 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台湾最主要的劲敌 韩国 日本和中国大陆 都和东邪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取得了贸易零关税的筹码 这让要和东邪做生意的台湾企业 不得不带着资金和技术积极南向 只是台湾产业和人才 是否会因此面临外移与空洞化 又或者这是台湾和台商 在亚洲进一步发展 突破困境的最大机会 从马来西亚到整个东邪国家 都是台湾从现在开始 必须正视的力量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舒某兰 聚焦全世界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